哪个岛最热? 套中岛 嗨,我是小易 欢迎来到童话套中岛 一起从童话故事里 发掘生活中的各种小知识吧 我们都在套中岛更新哦 嗨,大家好啊 时间过得好快哦 这是我陪大家一起听的最后一段故事 上次的故事实在太精彩了 真是迫不及待又往下听下去呢 对呀,对呀 嗯,真的 饺子姐姐 今天就赶快讲故事吧 好哦 上次我们说到 海盗打赢印第安人之后 故意用印第安人的战鼓 来欺骗孩子们出来 当男孩们一个一个离开树洞 走到户外时 也就一个一个地被海盗捂住嘴巴 抓了起来 温帝虽然没有被绑住 但是也被威胁不能出声 要乖乖地跟着海盗回去 海盗们在树洞外面等了很久 始终没有等到彼得潘现身 于是虎客船长决定 看来那个彼得潘不在家里 没关系 我们手中握有人质 他一定会来自投罗网 上位 走 彼得潘现在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他躺在床上生着闷气 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正当彼得睡得正熟 彼得 彼得 丁玲玲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原来小仙子丁玲玲 在外面目睹了所有的经过 只是他太小了 只能先躲起来 没办法救人 虎客船长实在太可恶了 这次我不会再放过他了 可惜 我现在只剩下一个人了 一定要谨慎计划 小心行动 这次不能用飞的 因为这样太容易被侦察的海盗看见 只能贴着地面匍匐前进 突然间 鳄鱼悄悄地爬到彼得潘身边 另一方面 在海盗船上 虎客船长看着满船的小男孩 跟温蒂说 这么多小男生放在船上 只会浪费粮食 百姓人推到水里 让他们自生自灭 温蒂听到这个指示 虽然非常生气 但是也无能为力 她只能告诉男孩们 我们可能没办法再待在一起了 但是你们的亲生妈妈 要我转告你们 我希望我的儿子 在最后一刻 依然像个有风度的绅士 海盗们搬出跳板 准备要让男孩们 一个一个跳进水里 男孩们虽然很听温蒂妈妈的话 但还是没办法思考 浑身发抖 每一步都非常沉重 就在这个时候 什么 鳄鱼 鳄鱼在哪里 把我围起来 快啊 把我围起来 虎客船长 害怕得不得了 慌慌张张的 要船员保护他 不害怕鳄鱼的男孩子们 跑到船边 想要看清楚鳄鱼的本尊 到底长什么样子 就在这个时候 是彼得 噓噓噓噓噓 彼得潘 要男孩们不要高兴 以免引起海盗们的怀疑 他自己呢 则继续边模仿着 时钟的声音 边往船上爬 嗯 奇怪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回到刚刚彼得潘 向海盗船匍匐前进的时候 当时彼得潘正趴在地上 而鳄鱼爬过他身边 他吓了一大跳 诶 鳄鱼怎么会突然出现 而且完全没有任何声音呢 不过他很快就明白 是鳄鱼肚子里的时钟停了 既然有滴答声的鳄鱼 已经不存在了 那就由我来扮演这只鳄鱼吧 诶 你怎么反而跟着我啊 这只鳄鱼 大概是太习惯滴答声了 所以不自觉的就跟着发出滴答声的彼得潘后面 就连彼得潘爬上船的时候 鳄鱼都没有离开 只是待在船边 彼得潘停止发出滴答声 躲进船船里 准备伺机而动 怕得要死的虎客船长 这个时候命令他的船员 你们去看一下状况 看看哪只鳄鱼 到底走了没有 船员们听从吩咐 分散开来查看状况 就在这时候 一个舵手一走进船舱 彼得潘就从暗处 咚 一棒敲到他的后脑勺 把他给敲晕了 嘿嘿 解决一个了 接着彼得潘 又跟男孩们通力合作 一个一个的 把船员全都打晕 丢进船舱 就这样 只剩下虎客船长 还清醒着 最后大家蜂拥而上 把虎客船长包围起来 大家退后 这是我跟虎客船长之间的事 由我自己来解决 应该是你被我解决才对 今天我们就来做个了断 啊 彼得潘跟虎客船长 打得难分难舍 各占上风 有的时候 彼得潘好像压制住 虎客船长了 但是一个翻身 虎客船长的铁钩子 又差点刺伤彼得潘 虎客船长边打 心里边想 为什么我用什么方法 都无法报仇 为什么彼得潘 永远看起来 这么有勇气的样子 我是不是 永远都没办法获胜 这样子的念头 导致虎客船长 越来越占下风 渐渐地精疲力尽 他听见耳边 孩子们的嘲笑声 越来越觉得 自己失败了 当彼得潘将他逼到船边 他看见了 在水面上的鳄鱼 与其输给彼得潘 我宁愿选择自己的结局 我命有 我不有天 虎客船长就这么纵身一跃 跳进了鳄鱼张大的嘴巴里 结束了这一切 第二天早上 男孩们接管了海盗船 彼得潘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船长 他向大家宣布 我已经决定了 我们的第一个航点 就是英国肯兴顿公园附近的 温蒂家 说到温蒂的家 自从孩子们 在温蒂的爸爸妈妈面前飞走 从此不见踪影之后 温蒂的妈妈就满怀愧疚 整天待在家里不出门 也经常待在孩子们 原本的房间里 有一天 他在温蒂的房间里睡着了 睡着睡着 突然惊醒 温蒂 约翰 迈克 温蒂的妈妈 以为三个宝贝回来了 没想到那只是个梦 他走到窗边 确认窗子是开着的 窗户 我们都上床去 我们都上床去 等妈妈进来的时候 就会发现我们在床上躺着 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 当妈妈走进房间 看到三张床上 躺着自己的三个宝贝时 他以为自己又在做梦 温蒂再也忍不住的开口 当妈妈听到这声呼唤 伸出双臂环抱住孩子们时 他才真正确定 他的宝贝回来了 而在此同时 有一个小男孩静静地在窗外 欣赏这个感人的画面 男孩默默地看着 想着自己自由自在是多么的快乐 但是房子里的这份快乐 却是他永远也得不到的 温蒂对妈妈说了 其他男孩的事 妈妈也愿意收养这些孩子 妈妈和温蒂看到窗外的彼得潘 温蒂 我要走了 再见 彼得 你不想成为我们家的孩子吗 你要送我去上学 是啊 不好吗 我不想上学 也不想变成大人 不然你要住在哪里 跟谁待在一起 仙子叮铃铃会跟我作伴 世界上真的有仙子 每个小朋友的笑声 都会幻化成一个仙子 只要你相信 他就会一直存在 温蒂舍不得彼得潘离开 彼得潘想要温蒂陪他 但也不愿意留下来长大 于是 温蒂的妈妈跟彼得约定好 每年让温蒂去梦幻岛住一个礼拜 温蒂知道下一个春天还要很久 但是彼得潘高兴地答应了 他其实并不清楚 到底还要多久 彼得 下个春天来临的时候 你还会记得我吗 彼得潘就这么离开了 男孩们都开始上学 渐渐渐地适应新生活 也渐渐地失去了飞的能力 在下个春天来临时 彼得潘的确来迎接 渐渐地 第二个春天时 却失约了 在第三个春天时 彼得潘又来了 但是 这也是渐地最后一次 见到彼得潘 渐地在长大之后 有了一个女儿 女儿问起了仙子 和彼得潘的事 我现在也不确定 小时候的事了 不过关于彼得潘 也许有一天 他也会飞过 你头顶的那片天空哦 结束 我可以理解彼得潘的心情 去学校要学一大堆东西 妈妈也常常说 我已经长大了 应该要怎样怎样的 感觉大人对于长大的 要求好多 那是因为大人的世界 真的需要很多知识 也需要负起很多责任 所以从小就要慢慢训练 才不会找不到工作 没有照顾自己的能力 或是无法融入社会 如果人的年纪增长了 心里却不愿意长大 逃避自己该负起的责任 或是常常做一些 不成熟的举动 就很像故事里面 不愿意长大的彼得潘 而被医生称为 彼得潘正后群哦 虽然人终究要长大 不过我们大人 还是可以跟彼得潘学习 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保有童趣 相信世界上真的有 笑声幻化成的仙子 像屁屁侦探这部作品 就是童趣跟侦探能力的 完美融合 两者之间是不冲突的哦 谢谢凯迪哥哥这次来跟我们一起听故事 各位岛民们 有没有想要谁来岛上 跟大家一起听故事呢 可以跟我们许愿哦 许愿不一定会实现 就像我想要修杰克曼的声音 不可能 故事主题征途活动 持续进行中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好哦 那就这样哦 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下个小 拜拜